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处于最佳状态 我在训练时的表现要好得多 小微说 我没有为我的发球做出过调整 我在草地上发球确实更好一点 在草地上通常会更快一些 比在当日温布尔登的风有点大 小微说自己很长时间没在风中打球 有些不习惯这样的坏境 今天对我来说 算是大风了 我只是还不习惯那种程度的风 它会让所有人回到原点 去习惯不同的环境 但再回头看 我很高兴我赢了 希望在以后 我能够发挥得更好 赢下比赛的小微也不忘胜赞对手的表现 我从没跟他打过球 赛后我的教练说 他是一个难缠的对手 他打得很棒 我也非常开心 我能够渡过难关 手臂恢复的比喻期好 想知道要减蔽别人多的原因法网结束时 小微一度受到手臂伤病的困扰 小微直言自己花了很多时间休息 我花了很多时间休息 我当时根本没办法发球 我也花了一些时间适应打球 我到这里后才开始发球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感觉好很多了 我的手臂更好了 我的发球很有优势 但它现在比我预期的要好一些 一切都回到了正轨 美国人曾在近日的采访中 认为要减不公平 小微说 直到相关的文章出现 我才知道我测试的次数是别人的三倍 甚至是五倍 我很想知道原因 我真的很想知道答案 然后 你会听到有人抱怨他们没有接受要减 我只是想知道答案 只是为了更好的理解 调整好与女儿共处的时间回家时 她会很兴奋同作为母亲的阿扎伦卡 此前曾提到过 当妈妈最难的是为自己留出私人空间 对此 小微连姆斯表示自己做得不错 我们每天一起度过那么多时光 我们做到了一切 我真的不喜欢离她而去 这对我来说是健康的方式 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然后回家当母亲 但小微认为要做到一直和女儿在一起并不易 就像在罗兰加洛斯一样 如果日子很长 我又有单双打的比赛 我会感到内疚 因为长时间没看到奥林匹亚 小微认为当自己离开时 孩子会注意到 从她出生起的每一天 我都在 所以当我回来时 她确实变得得非常兴奋